我是今天是坑主代理 呃來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Discovery這個專案 然後因為我們也想要再邀更多人入坑 於是我們希望 欸我想看 是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這個專案它是地球公民基金會 所以是一個NGO 然後它之前也是很久以前 一年半前吧 也是站在這個地方跟大家 就是討論說 欸我們現在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說 在台灣有很多其實是違章的工廠 在農地上的違章工廠 可是他不知道他們到底在哪裡 所以是需要收集這個資訊 然後想要用開源的方式去收集 那怎麼說呢 其實違章工廠它短期的影響來說 就是你吃到的農作品 可能會被污染過的 那長期來說 其實你在農地更加破碎的狀況下 其實對於一個農民決定 要不要再去繼續種東西 是 它會 其實會傾向不種的 就乾脆供應的話 因為這樣可以賺到比較多錢 可是這樣台灣的糧食自主餘會下降的 所以也因為這個樣子 在一兩年 就在一陣子之前 蔡英文政府剛上路的 她剛開始當總統的時候 她們有上一個新法 就是說 你要是來跟我們講說 這裡有一個違章工廠 他們就會拆 可是前提是要有人 去跟他們講說有這個工廠 那去發公文講說 這裡有一個違法的工廠 其實是蠻可怕的事情 因為你的個人資料 全部都曝露在公文上 你可能就會被找麻煩 所以地球公民基金會 這裡在做的事情是 她透過開運的方式 收集到這些東西 然後把這些資料 等於是把它弄成功 然後遞給政府這樣子 所以她 她大概長得像這樣了吧 她已經是個 我真的要給大家看 就是台灣有多少 疑似的違章工廠 我們這個是疊了一些 不同的圖稱 然後去看 然後有一些東西是 我可以不要允許好了 其實蠻多的 對啊 所以我們 目前為止有真的成功 拆掉了三間工廠 然後資料還在收集中 然後地球公民基金會 他們其實給我們的回饋是 他們覺得 這真的很棒 因為要是沒有這個 他們其實是完全無資料的 所以當你要去 做倡議 或者是去遊說的時候 是什麼都沒有的 可是現在你變成 你用數據去說話的話 對於他們在倡議上也是 是蠻有幫助的 對啊 然後接下來 我們要做的一些事情是 當然 這個地方我們想要 稍微做一些優化 UI上 UX上優化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個 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之前 我還有 好 我不管他們時間 就是 數個人數秒 有沒有 那時候應該在選舉的時候吧 就有人 應該是天下 他做了一個 你只要輸入你的相識證 他就會跳出說 這個地方的投票率多少 大概支持的比率 不要什麼的啊 我們想要做一個類似的東西 就是說 你的老家到底有多少 椅子工廠 把它做成一個比較是會 讓大家想去跟他互動的頁面 好 需要什麼那個 我們需要千張工程師 嗯 超需要的 然後我們每個禮拜三的下午 都有一個小聚 就在離台北市去比較近 離這裡近很多 的 嗯 在三島生那邊的 地球公民基金會的辦公室 我們在那邊去 然後通常每次都有大概十 十跟十來個人吧 然後我們有 設計師啊 有工程師 前端後端都有 然後因為 前端工程師們最近變得比較忙一點了 所以他們也希望 就是可以找更多人來先一起 一起做這件事情 好 那也歡迎大家直接到 slack的channel去找我們 謝謝 好 那